中国高层春节团拜会 该来不该来的全来了 新闻时事报其量为您播报 中共中央国务院1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2018年春节团拜会 法广的报道注意到 李源潮、张春贤、刘其宝等路面 此外,先前负面传闻缠身的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也现身团拜会 显示应该是真的平安了 另外,一些无缘政治局的官员也都在团拜会上露面 传递出的信息也导致各种猜测和解读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克强、张德江、于正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团拜会 团拜会由李克强主持 中央社根据中国央视转播画面报道 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以及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启宝 前中共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都在新闻中露面 这三人未借退休年龄 却未能在中共十九大继续留任新一届政治局 引来各种臆测 不过,刘启宝、张春贤仍保留中央委员资格 而李源潮则连中央委员都没保住 报道指,李源潮目前仍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 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 但中共十九大后接连缺席多次重要场合 而中国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日前出炉 李源潮不在名单内 有评论认为,李源潮很可能裸退 至于奉行柔信至江的前中共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 2016年8月调离新疆后 转任中共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贤差 近来,在湖北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外界预计,张春贤可能会出任中国人大副委员长职务 刘启宝在中共十八大后担任中宣部长 2017年10月,当选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却落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今年1月底,刘启宝被选为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渴望在3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被推举为政协副主席 尤为引起关注的是,已退休 不久前却被港媒踢爆将遭立案审查的范长龙 14日出席了春节团拜会的官方活动 显示他应该是平安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 狗年大赞狗 他以金犬、玉犬、锐犬、义犬形容 评论指,他的重点还是在讲忠诚 习近平向全党再次发出了警告 以上是新闻时事报齐亮为您播报的新闻